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段影片很想說一說 所謂香港人坐在濟州島這件事 因為我要追上去看近期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之前很忙 看到這件事 已經是幾天前的事 很奇怪的事 我看到之後 心就很不舒服 因為為什麼會在香港 應該說你用香港的身份 你就是住在香港的香港人 你在外面做的所有事 其實是會影響整個香港的形象 現在不知為什麼香港出現了很多 不知是新官問題 他們可以賴 出現了很多這些異形的事件 這件事就是在東章 他就說67歲的香港人 你生活到67歲都沒有理由 不知道出去旅遊的禮儀是甚麼 首先我要評論 就是在東章裡面經過了一些剪接 有機會就未必全部是事主的事件 但在裡面我看到很多暗藏的位置 其實東章這裡都有些口吻 就是好像是想幫助這個人 其實這個人 他所犯的錯 根本上看片段都很有問題 因為我看到就是 首先我身為香港人一定要譴責他 因為你六十多歲 你不可以說道歉 就當作甚麼事都沒有 因為你是影響我 影響我香港人的形象 我沒有辦法不說說少少東西 因為他口吻聲聲說貪得意 就是拿著相機周圍拍 就說拍著那個波波 後面就有幾個波波池 你知道去Sona 一定有那些波波池 他說拍過波波池 但後面有幾個女人在這裡 你沒有理由一個正常人 除非你不正常 但照看就正正上上 你沒有理由在拍一個波波池 後面有三個女人脫了衣服 你也照拍 以及在操堂裡面 為什麼你會在浴池 你會拿一部電話進去 這個也是問題 你無知到這樣的情況 這些東西直接是醜出國際 近年很多人都影響我們 整個香港的形象 我都不知道這群人在做什麼 除非他們是間諜 特地想整死香港 特地做這些事情 令整個香港的形象 都低了 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人的質素應該是高上去 不是低下去 你現在跟市井有什麼分別 無知到這樣 另外一件事 為何促使到我要說這件事 題外說 我在香港的28號 我就在東壩 當時 我先拿個電話 當時 我想去拍攝一個路況 就是百里路 剛剛遇到傾盤大雨 遇到傾盤大雨 在這裡避雨 當時的雷暴很厲害 有三個香港人 兩個女人 一個男人 那個女人很奇怪 都不知道是不是受新冠影響 影響到人像瘋瘋瘋瘋瘋 他在下強勁的雷暴時 你一知道遮都沒用 全身沒有濕透 他自己真的走出去 他告訴他一隊友 一日我也聽到 他告訴一隊友 就說 反正都來了 不如出去逛逛 那時正在雷暴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上面中間那塊 就是我 撤身處地的位置 即是東霸的位置 上面是整塊雷暴雲 還有就是有閃電 大家看得辛苦一點 上面有一些 一格格的東西 已經閃電在地上 即是整個區域都在閃電 雖然是日後 但未必看到這些電 因為日後有些弱的電 我們也未必看到 因為光 但這個女人就像個小孩一樣 不斷要外出 她自己真的走出去 就臨濕了 走出幾步已經臨濕了 然後走回來又說 又說你們沒有外出什麼 我真的搞不清楚 為何現在香港人是這樣的 好像腦袋不正常 題外話說完 就說回這一個 她都是屬於我剛才所說的那類 都是一些很任性的人 她根本沒有公共意識 甚至乎 她沒有安全危機感意識 其實在這段影片裏 我可以很大膽地說 各位觀眾朋友 都應該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們香港真的很好 我們香港其實已經很自由 其實你在其他國家 你不要說韓國 你在日本 你在日本的操堂裏 你試試拍一張照片 這是大件事 全部都是屬於刑事 這些刑事案件 為何你會在牆場裏面做 還要在東章裏面的影片 就是她要講到 我好奇 走進去拍了這樣 然後她自己都說出來 因為電話已經被人收了 當然別人有證據才跟你說 好 接著 她自己都還未知道 自己錯在哪裡這麼嚴重 你在香港 如果有人拿跑 其實你拍了她 你也是大件事 因為你拍了她的裸體 她很多時候可以跟你索償 在香港就很自由 但你可以當她為一位 你閃身走過就沒事 但你試試在外國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地方 這裡我會分享少少的經驗 我都大量會航拍的 但這件事也要很小心 譬如之前也有很多報道 譬如很簡單 在法國 如果航拍在紅色區域 即是不能起飛區域 其實在法國很少地方可以飛 你一旦飛 有人已經航拍過 不過幸好不是香港人 而是國內人士 沒有辦法 即是她真的飛 罰了60萬 即是法院要判她60萬 即是港幣的60萬 即是等於 不知之後說數 說到多少 然後另外一些案例 就在台灣 中正堂 她無緣無故又航拍 那裡便宜一點 三四十萬 由此可見 其實有很多地方 不是香港那麼自由 所以有很多人認為香港很不自由 其實真是大錯特錯 香港是真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因為你仍有得談 我有一個經驗 就是近這幾年 唯一的一次 因為我未去過阿根廷 唯一的一次去阿根廷 但都是工作 五天要來回 那次很辛苦 我們要去拍一個電廠 阿根廷的電廠 當我們開機拍的時候 很快 五分鐘也不夠 即是幾分鐘 有兩車的軍人過來 我們當然害怕 因為當地的公司已經申請了所有東西 兩車的軍人下車的時候 他們真的好像捉返一樣 河槍實彈 跳車 然後衝過來 然後問你做什麼 幸好我們真的去做事 溝通完之後 他們就變成好朋友 這件事件我親身經歷 想帶給其他觀眾朋友 一起去認識一下 其實你在國外做了一些事 有機會觸犯別人的法律 那些刑事的法律是很嚴重的 因為很多香港人在香港很自由 好像沒有王冠 自由到這樣 但他不知道自己的自由 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行的 因為你在其他國家說真的 好像這個人 他入到操堂 進去洗澡的地方 正常人都不會拍照 拍照來做什麼 他還要在影片裡說自己 好像很細緻 還說中間有另一張照片 中間有一個池 有人浸在那裡 還要掩著臉 這樣掩飾自己的錯誤 大哥 這些東西在別人的國家 你不要說別人的國家 你在香港也不行吧 還有一件事 我自己不認識他 如果我是站在法官的角度 我不管你是誰 你做這些事 隨時是你可能有這副癮 去拍攝別人的裸體 是吧 有些人是有這樣的癖好 也有可能的 你不要推到像東章 拍到好像他受惡 這件事我就不太接受了 這次真的不太接受了 東章可能是有 這次我就覺得他做得不太好 你飛過去 應該是剪那條片出來 就應該不是說你的權力 好像大到國際級 其實你只不過是電視台 別人是一個國家 不要那麼低能 你一個電視台過去 你應該剪接出來的東西 就算你是有導演 你想引觀眾去看 你是不是應該不要 那個語氣 好像是維護著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 他真的犯了罪 你又未認識他 你亦都不認識他 你亦都不在現場 你亦都不知道他是否這種人 好了 接著到另一條片 這位女士的老公 惡史能登 就說別人要怎樣 你要是賠錢 賠錢就算了 或者那個期 為何不給我 大哥 你現在是犯了別人的國家的刑事罪 你還這麼兇去說話 哇 這些是野蠻人 你正在影響我這些香港人的形象 大哥 我在這裏 為何要開這條片 我真的看了之後很不舒服 因為近年 你看到香港很多人 都專程要做這些事 哇 你真的落後到這樣嗎 這些是第三世界的人做的事 你應該這一位女士的老公 說真的 你出鏡 你都不可能你惡 你是黑社會 你都不能惡 因為別人是一個國家的法律 你犯了別人國家的法律 你應該反過來 你應該說 喂 我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這個審訊可以輕一點 可以怎樣怎樣 應該是這樣 溫文以啞去 你還要惡私能登 喂 這些事 我不認同這個人是香港人 起碼我自己是一個香港人 因為我做回香港人的事 起碼你有基本的禮貌 有對社會有些貢獻 你肯工作 肯維護社會的小小事 這些就是香港人的精神 你犯了罪還這麼惡 什麼事 你弄得比河馬更差 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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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弄呢 這件事 好了 接著去到賠款那裏 那條片又是很奇怪的事 因為其實他這件事 我都不知為何他看錢看得這麼重要 他推出來的思維 簡直是笑出國際 令到我們香港插水 你犯了罪 你犯了罪 我問這條片是全部來的 因為他當中這個女人 在韓國片看到那些主角 例如以前的戴場金 現在的紅色高筋鞋 諸如此類的東西 或者是新的韓國片 那些青春韓國片 那些韓國片的女生是很溫文宴 實際上不是的 在社會那裏 那些真正的女士 其實你不觸碌她是沒問題的 但一觸碌她 她就真的會罵到你九月臨頭 比男人更惡多倍 這件事是別人的民族特色 你這個女人在鏡頭前 就好像死死地氣 然後還要維護自己 但在現場那裏 如果我就這樣看 可能他自己 因為我都不在現場 我當他不知道自己惡 那你觸碌到別人 別人才做這個動作 是不是 做這個動作 因為其實別人都想著 喂 收你少錢 其實幾筆東西 對韓國人來說 沒有問題 尤其是你入得這些操堂 說真的 在韓國去得這些操堂 你又不知別人是甚麼身份 別人只不過是要你幾筆東西 你看錢看得那麼大 是不是 你不給就糟糕了 別人都想著放你一馬 你還要不給 其實你找一個律師 因為他之前有領隊 有一個領隊 你找一個領隊 然後找一個當地的律師 甚至乎他現在的華人之家 去調停 是否給了錢 那邊是否真的可以減輕罪行 因為你給了錢 通常這幾個人 就不會額外去告你 就只有司法機關去告你 那條罪就隨時輕很多 因為你肯做出一個認罪賠償的動作 尤其是外國人通常會輕很多 但是他的司法機關都會因應你這個刑事罪 到底你是否蓄意刑事 還是無心刑事 其實如果你站在一張照片 在影片中畫出來的波波池 後面有三個女人脫衣服 其實這已經構成蓄意 你怎樣跟官說 尤其是韓國的法律 一看到你真的三個女人拿去看 那你怎樣 說真的有些事情你犯了罪 就真的要求神拜佛 就是要低聲下去求 就不是現在這樣 叫個東章我怎樣搞 其實這些事情很正常 你那裏有個華人之家 就在那裏請律師去調停 還有看看這件事是多久 就不用吵吵閉話 哎呀 不知道審多久 哎呀呀呀呀 報東章 東章是一個節目 他不是一個執法者 他是一個節目 即是說這個社會上 關乎香港的事情可能發生了 他就會報道一下 但是他不是一個執法機關 不要搞錯 好了 好 接著去到那個尾 就是這條片去到尾 他就說自己都做錯了 就像嘟嘟嘟嘟嘟嘟嘟 接著就加多一句埋怨的話 即是在做錯了之前加了一個埋怨的話 接著他做錯了這條片就刺了 不知道他接著說什麼 我當他還是有點協議 當是這樣的 應該第二條片是有協議的 因為我剛才看得很快 好了 在這裏 我亦講這條片的最後一件事 亦跟各位觀眾分享的一件事 其實平心而論 當地的檢察官 其實已經對這位女士很好 但他仍然在抱怨 東章亦很有問題 報道出來誤導了很多香港人 如果你不理智的話 就隨時抱怨氣去韓國 這次這條片是東章一般的 因為不是持平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檢察官已經很優待這位女士 為什麼呢 因為你犯的是很嚴重的刑事罪 你拍攝別人殺 你拍攝一個人的裸體已經很嚴重 你照片裡面還有三個裸體 罪是否乘二乘三上 如果當一個法官也會這樣想 其實在他這宗刑事案件裡面 如果在一些再不文明的國家 即沒有那麼先進的國家裡面 其實是困住了 你不可能出來還有酒店居住 然後還可以下街做食物 去這裏買食物 這條片裡面就說到他好像很慘 就說他又不會韓晚死 但是那裏起碼也有幾間餐廳 就這樣看 還有在這條片裡面的重點是錯了 就是說他住酒店要開支 這間酒店已經叫便宜 你發生了什麼事 你現在是刑事案件 現在有酒店給你住 你只不過付出金錢 你可以在家這邊匯過去 然後他裡面還要說一些很恐怖的 這位女士說我拿水果金 你發生了什麼事 你在做什麼事 你犯了刑事罪 然後你說你拿水果金 然後就說那些酒店很貴 我快沒錢 你用這些去構成一個叫莫可憐的情況 我不知道是否導演要這樣一下 但是這件事是絕對我告訴你 因為你在韓國出現 這件事是牽涉到國際的形象 牽涉到我們香港的形象 你說這些東西 因為這條片韓國人都會看到 韓國人都會看YouTube 韓國人一看到 你說韓國人是否生氣 所以有時候 我都在這裡奉勸 就是做傳媒 不要為了收視 有時候你要持平 因為有些東西你拍出來 未必是代表你的台這麼簡單 你是代表整個香港 這條片很老實 你一給韓國人一看 韓國人一定反感 因為你在那裡是刑事罪 如果你是韓國人 根本上你不會有酒店住 就是塔住了 就困住了 直到去審判 你沒有錢住 你打算有錢出來 隨時是疏通那些 你打算是這樣的 很多國家不行 這些思維就是有問題 好了 在這裏 尾聲我都借了這條片 我都說了一些 其實有些國家是很嚴謹的 因為我有一次 現在說十幾年前 差不多十幾年前 我去過一次 肯尼亞看大千曬的東西 即是非洲 當時還未流行航拍機 還未流行的 我們當時都是一個遊樂性質 去那裏 但有位朋友比較富貴 他當時想去拍攝一些東西 想拿一個叫氫氣球 就是氫氣球過去 我們以前很流行 就是掉部相機上去 然後在高空拍下來 幸好沒有帶 那時在肯尼亞 即是我們要簽證 去到一看 原來所有關乎航拍上的東西 都不能帶入境 如果帶入境 隨時監禁二十年 當時 希望我不是近次看錯 但當時我年輕 沒有這麼近次 看到它是二十年的刑罰 即是最高刑罰 你想想 所以有些地方 去之前 說真的 你不要自我中心 各位觀眾朋友也好 去某個地方之前 首先第一件事 你的人一定要知道 當地不可以做些什麼 不可以帶些什麼進去 不可以硬來 我們香港人是很Smart 段段不會像這位女士 希望我今次這段影片 帶出一些訊息給一些未知道 如何去旅行的朋友 如果知道旅行的朋友 如果你也想跟朋友分享 隨便分享我的見解 先謝謝大家 希望我們香港人的形象 繼續維持下去 我們下條影片見 時事的事我會繼續說 好 Thank you 大家 Bye Bye